侯墨有多惨,竟被一千只螃蟹夹 幸亏小黑及时发现 侯墨这才捡回小命 归报救命之恩 侯墨给了他一块钱小费 小黑果断拒绝 在他们国家,小费是被禁止的 侯墨觉得自己像做梦 之前每天要支付大量的小费 甚至有的店还收两次小费 侯墨一气之下决定不给了 服务员追得出来 一把抱住侯墨 感谢他打赏的一万块小费 只因写错一个字 侯墨想立即撕掉账单 如果真的这样做 他会被所有人围殴 侯墨放弃了这个念头 反而成为慷慨的大好人 网上疯传着侯墨的事迹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他有多大方 侯墨从未感觉到如此受欢迎 他开始到处打赏给小费 虚荣心让侯墨迷失了自我 甚至贷款给大家小费 家里收到各种催款通知 为了不连累家人 侯墨选择离家出走 他来到收到一万块的服务员门前 希望能结束一晚 本以为对方能知恩图报 没想到女孩骂她是个变态 侯墨失足掉进海中 女孩却见死不救 绝望的侯墨沉入海底 幸亏好心人把她救上岸 侯墨竟发现一个没有小费的国家 买东西只需付商品本身的价钱 每个服务员都有基本工资 小费在这里被禁止 空气中都是自由的味道 侯墨决定把这个模式带回美国 他抢走主持人的话筒 激情地在台上演讲 却换来服务行业的一片骂声 大家冲上台给侯墨一顿胖揍 虽然无法取消不合理的小费 但侯墨重新找回自我 马迹相信将来会有更多人看到真相